是的,今天也很高兴 能到我们自来水域第一厨的处长特地主持过来 解释了整个配属的计划 跟未来的地下水管的缩散 同时之间,配奖也在这边争力强调 自来水公司要更新这么多部署的同意合作 因为未来不只是跑步水管之外 跑步地面有一次做清楚 我们期待在今年的年底 估计是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会在大兴大城看到时期提供 除了从此毫不完成的雨征地路面之外 更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加压站 跟上面一个数学室 能够好好的把高地供水都做好 对基隆来讲,高地供水跟减少漏水率 是我们在公共争承诺上的很重要的一环 那配奖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 如果参与到这次回看 正式在把我们的高地供水 把我们的漏水率再度减低 为这件事情上面再来做出一点点关系 好,谢谢 今天特地邀请了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市政府各单位 接送请议长 特地来我们德安交流道 南上的车道附近 主要是因为在南上车道附近 常常因为被雨季节 好大雨的发生 所以导致德安交流道附近的车道 有年纯的状况 所以配奖今天造成各单位之后 得到的结论是 要建议我们的施工单位 来去提出计划 跟地方公署公所 好,最后面称 称到市政府来去更多 互通 互通 来去做一定的协调 来去把这地 来拨拆使用之后 再去做一定程度的扣判 希望我们在五月 每一期节来之前 能够顺利的 进行的改善计划 然后让我们所有 这边德安陆附近的居民 免于烟水制服